尼西亚南达大家好,我是马尼泰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尼西亚南达Parmashiva上师 师父在这些天的开始中讲到了 从这说话在这个阿卡西阅读当中讲到呢 就是我们现在地球的经济在年底呢会有好转 在这个之前呢 所有人都卡住 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的经济卡住 你不需要担心 所有的人的经济都卡住 相反如果你听到这个现实 你也不用 觉得自己要做什么 反倒是你可以放手 让自己放轻松一些 在这段时间呢 更加投入到灵性修行的这个事业 让自己尽量的保持内心的平稳 不要受这个大灾难的影响 你呢不仅不会被这个经济掉队呢 反倒你会有一个更好的状态 能够在这个经济发展的大门打开之后呢 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因为不光是我们自己的信众 就我接触了 大家自己觉得 人生卡住 其实整个宇宙都卡住 这就是现在大灾难造成的现象 所以大家不用觉得担忧啊 怎么会这样 这段时间反倒不需要拼搏了 你既然知道 现在是经济没发展 所有人都发展不了 这就是天象造成的 那就让自己投入到灵性修行的这个事业呢 然后等这段时间过了之后 再去提自己的事业就好了 把注意力放在保护自己的安全 因为新冠还会再回来 再有呢 就是在这段时间强烈的放开思绪 让自己不要受这个大洪水 影响自己的心情 做出错误的决定这样 不仅如此 包括其他的凡事 跟家庭相关的 其他的事情啊 情感啊 人际关系啊 所有的这些 其实都可以放一放 在这段时间呢 就是一个完全停滞的状态 那我们就把时间和精力 放在灵修上 和注意自己的安全上 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 从电视书画打显的这个揭示呢 这是宇宙最终极的揭示 阿卡西阅读的揭示 也希望能够对大家的人生计划 和安排有一些帮助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马开拉萨的微信是14595087 你点亮灯